热点聚焦,高层密集互放,下半年中国南非关系天高潮,投资方面,南非注重新能源发展,此前还发布了能源发展规划,未来南非将进一步向风能,太阳能等可在上能源倾斜,可视达002518,助银光复密定系及储能产鞋,公司完善海外营销网络电设,设立南非的公司, 进风科技002202多次中标南非新能源达安丹,凭借对南非以获订单高水准的执行表现和机足运行记录,不断点定在南非的市场地位, 格林美零云2340与南非大夸足鲁乐塔尔省卖易投资委2015年签署协议,建设中非循环经济产业园,只是中企在一带一路上成立的第一个循环经济产业园, 受到南非高度重视,南非矿产资源也相当丰富,世界上可探明的几乎所有矿物在南非都有储藏, 河北宣工000923,控股南非同矿,负责生产同产品,主要在南非当地销售,挖机销量持续增长,行业景气度有望延续, 建议关注行业龙头如三一众货60031,柳工000528,成本抬升,面试加工企业面临涨价, 相关上市公司如桃李面包603866,客名面艳002661,阿静食品603345等, 跨境变商在云政策率好,事业需大幅扩容, 投资标的建议关注青岛金王002094,跨境通002640,2018自主可控计算机大会召开三集, 赏试公司赢机遇,相关自主可控计算机概念股如中和鼠黄603019,浪潮信息000977等又要迎来机遇, 国务院决定先设22个跨境电商综合试业区相关公司望迎来机遇,跨境通002640,是国内跨境电商龙头, 在多个跨境电商试点,有相关领域布局,焦点合计002315旗下中国制造网, 是国内大型跨境电商B2B平台,苹果件3亿美元清洁能源基金, 投资中国可再生能源,托运新能002218,研发,生产及销售太阳电池芯片, 组件,太阳能应用产品,太阳能发电系统等,上海力挺工业互联网创新工程, 主推行业快速发展,按照信息300170,保信软件600845等上海稳定公司, 已在积极布局工业云平台和工业软件领域,中国最大智能机器人仓库, 启用减货效率至少提升三倍,加成国际603535主营全程供应链一体化管理的第三方综合物流服务, 菜鸟,京东铸为公司重要客户,公司此前公告,与浙江菜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于创新银合同,诺利股份603611子公司中顶级成为国内领先的智能物流系统和解决方案机工商, 目前已参与菜鸟物流加薪项目的合作,公司本部也在外菜鸟物流,提供仓储搬运设备, 华为秘密达分极计划首报光字银AI芯片挑战英伟达, 城内科技300598,主要提供基于Android操作系统的移动芯片软件开发和技术支持服务, 公司在互动平台表示,与华为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联手在去年3月份发布了, Hidy960开发版,华为70960开人开发版,中科充达300496, 为70970,提供了Object Recognition物体识别的一整套进入是AI解决方案, 助力其实现物体识别,AI技术的落地可商用, 相关概念股仍大同梅业601001,陕西梅业601225等, 个股机会, 长营精密,独家供应Belonex, OPPO Find X的金属中况, 长营精密300115在互动平台表示, Belonex及OPPO的高端性机型, Gelonex及OPPO Find X均由公司独家供应金属中况, 同时,长营精密控股所公司足周科伦特为国际顶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合格供应商, 也是特斯拉的核心供应商, 相关消息显示, 科伦特已经拿到了特斯拉的十多个量号, 并且是特斯拉Model 3及特斯拉的下一代产品金属软连接独家供应商, 出特斯拉外, 科伦特的客户还有中国南车、奔驰、宝马、阿尔塔特朗许等整车及PAC厂商。 此外, 长营精密未来还将与您的时代新能源、 在林阶系等产品展开合作, 全驻股本、 全专修时代的成长龙头, 全驻股本603030是住宅全装修整体解决方案及系统服务提供商, 长租公寓为公司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测算到2020年全装修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5000到6000亿元, 行业年负荷增速可达24%, 截至2018Q一末, 公司累计已签约单实时合同额85.8亿元, 为公司2017年营业总收入的1.8倍, 在手订单充裕, 公司自2016年起积极拓展定制精装业务, 通过房地产开发商导入的个人业主, 对新楼盘的个人业主提供菜单式住宅装修, 公司公告2018Q一定制精装新签订单快速增加以达5亿规模, 定制精装业务未来有望持续优化公司项目盈利与回款能力, 为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增添全新动力, 公司公告, 华联股贩000882, 预计公司上半年度净利入位, 为2.95亿元到3.08亿元, 上年同期为0.27亿元, 中周控股000042, 稍微半年报预增幅度, 是340%到396, 此前, 公司半年报预增220%到270, 利得慢300289, 你不低于5000万元, 且不超过1亿元回购股份, 回购价格不超过10元每股, 贸业通信000889重组或有条件通过, 7月16日付牌, 东方海付30059预增99.9%至126.8%, 因证券业务收入, 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平台基金销售额, 以及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学工机械000425, 预增82%至109%, 因公司主营的工程机械业务大幅增长, 正海磁财300224, 预营3200万元至3700万元, 去年同期亏损1496万, 因高性能女铁鹏永辞财量在汽车EPS, 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空调等领域的销售规模扩大, 收入及经历润同比大幅增长, 东北制要000597, 预增152%至190%, 因为升速C产品价格上涨, 以及多个制级产品销量上升, 为财动力000338, 你回购股份不超过5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15元每股, 为股份600300, 你回购股份1亿元至3.34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4元每股, 利德曼300289, 你回购股份5000万元至1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10元每股, 中募股份600195, 持控仁仪制行动仁华农资产于7月13日, 增持股份601.71万股, 占总股本的1%, 华农资产计划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 你累积增持数量不低于总股本1%, 还本次一增持股份, 不超过2%, 中提产业600158, 你以10.65元每股发行股份, 并支付现金, 购买中提产科技51%股权, 和国体认证62%股权, 你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中提产业务30%股权, 和华安认证100%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在做价9.94亿元, 标的资产中提产科技与中提产业务的主营业务, 属于中提产业体育彩票业务的商人板块, 国体认证与华安认证的主营业务, 与中提产业的主营业务, 同为体育相关行业, 华语软件300271, 与腾讯云于7月12月,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同意在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 信心安全, 移动互联等领域开展产品与技术, 解决方案与服务, 市场联合营销与拓展等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 一共同推进法律科技, 教育, 政府, 金融, 医疗等行业地发展, 公司办年度预增30%至40%, 华鹏飞300350, 你收购飞行监控领域领军企业军贸科技, 三详仙财603663, 你2.5亿元收购辽宁华购100%股权, 辽宁华购主营金属购相关业务, 再建金属购产能在1000多以上, 彭新资源600490, 你不超过11亿美元收购RF100股权, RF公司持有X95的权益, 加下属Multip金银化在地理位置, 资源储存, 运营效率和管理团队等方面, 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华语软件300271, 你与腾讯员在云计算, 大数据等领举战略合作, 宣押国际3006127下区快链实验室, 推出收款产品Yes, Oh No, 完美世界002624, 你回购5的10亿元公司股份, 华文传媒000793, 时空人你不缔约5亿元分支股份, 结瑞股份002353向上修正上半年业绩预告, 预增500%到550,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